秘法的修学 心要观想 口要念中 手要结印 三密相印 这个对我们修学起来也很不方便 也很困难 侯观神咒 神咒一定要口传 这个咒字虽然记录在《大藏经》里面 我们每个人念的音都不相同 为什么不相同呢?我们的方言不一样 念出来怎么会相同呢? 在世界上每个国家里的语言都不相同 纵然拼 没有办法拼得很正确 这个咒语里面许许多多是为神的音 所以你念它懂 有的时候你把它召来了 再念之后把它送去了 假如这个咒语的音不准确 它不懂就没有感应了 这个咒语实在讲 力量非常非常的广泛 里面一部分是鬼神的音 另外一部分根本没有意义的 指示音生 你比如说《大藏经》里面有许多治病的咒 佛达面在世 这个众生有病来求佛治疗 佛教他一个证 他一念并就好了 我们觉得这个奇怪的不得了啊 其实用今天科学的眼光来看 非常是社会科学的方法 人生的毛病 人生的毛病 人是一个机器 这个机器里面 我们讲哪一根筋啊 哪一个关节里面发生毛病 这就不痛了 这个病痛就来了 我们今天用药物治疗 用针灸治疗 目的活在呢 目的是把它调整 把它的阻碍打通 你就恢复正常了 那么佛用什么方法 佛用阴身 因为某一个阴身 发哪一种阴身 会整动身体某一个部位 佛一观察 你哪个部位里面有问题 只要你一种声音的时候 将这个整开的时候 你立刻就恢复 很符合科学的精神 今天这些咒哉大战典 我们照那个群脸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发的阴身不对 所以这个咒语一定要靠口传 那口传 释迦牟尼佛到我们现在 以中国历史的记载三千多年 这个三千多年一代传的 越传越谋传的变掉了 所以现在大家念咒诵 就不灵了 不像个历史像积灾 像隋唐那个时候 印度高僧到中国来的时候 那个咒语确确确实实呼风唤雨 一时贵山能知卑鄙 在那个时候 所传的这个音还相当正确 它能其作用 传到今天 咒语还存在 但是我不相信那个音纯正 所以念起来不灵了 过去我在台中 黎炳南老祭司 学过秘密 他学东西非常地认真 而且在抗战时期 都跟西藏 蒙古 青海 这些喇嘛 我们俗称了 厚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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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两个东方 他是真认真书 他举个例子 他学的一个隐身 念咒 人家就看不见 他说我念 念了十几遍 你们还是看见 这实在讲呢 这不是咒过灵 这个我们要知道 不是咒过灵 是我们学的不如法 因不准确 因不准确 心理观想不如法 借印大概还不成问题 手印不至于传错 最重要的是 一个是观想 一个是咒语的音声 观想不如法 这个音声不准确 这就很难 所以他告诉我 他说他花了八年的时间 又没有效了就放弃了 最后是很难得了 因缘殊胜遇到阴光法寺 阴光法寺全能念佛 他的成就在念佛法文 他学过八年禅 他修过八年禅 禅了没有得地 但禅了一个法都不相遇 这是他 以他修学的经验 提供我们做参考 希望我们不要走他的愿望路 不要浪负实行 这个的确是很宝贵的教训 他的真真成就是在念佛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